行政学讲堂 主题26 领导理论 在行政学中,领导理论是研究如何通过有效的领导方式来引导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 以下是一些主要学者提出的领导理论及其举例说明。 以特质理论,Trade Theory 理论概述 特质理论认为,领导者拥有一组独特的个人特质或品质,如自信、决断力、诚信和智力,这些特质使他们能够成为有效的领导者。 举例说明 一家企业正在挑选新任CEO 董事会成员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具备高智商、出色的沟通技巧和坚定的决策能力。 经过筛选,他们选择了一位具有这些特质的候选人来带领公司渡过难关。 2.行为理论 Behavioral Theory 理论概述 行为理论强调,领导者的行为或风格是决定其领导效能的关键。 主要的行为风格包括任务导向型,专注于工作完成,和人员导向型,专注于员工扶持。 举例说明 一名工厂经理采用任务导向型的领导风格,严格规范生产流程,确保高效运作。 同时,另一名部门主管采用人员导向型的领导风格,经常与员工进行沟通,关心他们的个人问题,并提供支持。 结果发现,人员导向型的部门员工满意度较高,工作效率已有所提升。 3.行径领导理论 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理论概述 行径领导理论由贺希、Paul Hersey和布兰查德、Ken Blanchard提出, 呆理论认为领导者应根据下属的成熟度和工作准备度,灵活调整其领导风格。 主要风格包括指导型、教练型、支持型和授权型。 举例说明 在一家新创公司中,经理发现新员工缺乏经验,于是采用指导型领导风格,给予详细的指示和指导。 随着员工逐渐适应工作,经理转变为教练型领导,提供反馈并鼓励员工自我发展。 最终,当员工完全升任工作后,经理采用了授权型领导,让员工自行决策和执行任务。 4.全变理论 Contingency Theory 理论概述 全变理论由费德勒、Fidler提出,该理论认为领导的有效性取决于领导者的风格与特定情境的适配程度。 这些情境包括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任务结构以及领导者的权利位置。 举例说明 在一个工程项目中,领导者与团队成员关系紧张,任务结构模糊,且领导者的正视权利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高控制力的领导风格更能有效地完成项目。 项目经理因此调整策略,强化团队成员间的沟通,明确分工,并逐渐获得更多的决策权,最终成功完成项目。 5.转型领导理论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理论概述 转型领导理论强调领导者通过激励和鼓舞员工,改变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以促进组织变革和创新。 转型领导者往往具有愿景感、激励能力、个人魅力和关注个人发展的特点。 举例说明 一家科技公司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新任CEO被认为是一位转型领导者。 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愿景,即使公司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并激励员工为此目标共同努力。 CEO还积极培养公司的创新文化,鼓励员工提出新想法,并提供资源支持这些创新。 结果,公司成功推出了多款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在市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6. 交易领导理论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理论概述 交易领导理论基于讲诚系统来管理员工的行为,通过明确的目标设定和绩效评估来达成组织目标。 交易领导者强调结构、规则和绩效奖励。 举例说明 一家零售公司实施了严格的绩效评估制度,根据员工的销售而来决定奖金和竞争机会。 管理层明确告诉员工,如果他们达到或超过销售目标,将获得丰厚的奖金,反之,则可能面临薪资扣减或其他惩罚。 这种领导方式激励了部分员工努力工作,但也导致了一些员工因压力过大而离职。 这些领导理论各自侧重于不同的因素和情境,为行政管理者提供了多种方法来理解和应用领导力,以达到最佳的组织效能。